接下来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分享者 正是天地为他标注了幸福记号 从此走在太阳路 越走越踏实 越走越幸福 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们由他自己来分享 掌声欢迎这位天地心虫儿 来自台北的小莹 掌声欢迎 老师好 营运长好 各位超马家人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台北的小莹 小莹是三年前曾经带着朋友 来参加这个爱与感恩的分享会 可是现在她以天人勇格 我也希望她今天也能在现场 听小莹的分享 以前我坐在台下 我总是觉得 像小莹第一场听的爱与感恩分享会 就是台南的修竹姐 她的故事让小莹跟朋友在台底下一直 哇 哇 因为我跟我的朋友 重到就像台湾人说的 三家北后跪下去 小莹呢 那自从99年 我婆婆中风以后 我们就开始过着忙忙忙的生活 越穷越忙 越忙越穷 那个时候 就是一直持续地跟富能量在共振 所以从头到尾都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 我都觉得我最好 我最棒 可是殊不知 爱看韩剧 爱大声讲话 爱骂人 爱批评别人 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是白痴哦 真的 这些都是富能量的话语 就跟富能量结下了不解之缘 越来越穷 越来越忙的情况下 妹妹 我的接引人 思杰 她就想要带领我 走入这个幸福的大家园 天园 来接触超级生命密码 可是呢 我总是会说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 那么有钱 那么有闲 我有做不完的事 我有忙不完的工作 那个时候越来越胖 我们开数十室 因为许愿的关系 所以我们开了数十店 数十开了十三年 小莹胖了十一公斤 越来越闷 越来越男人婆 然后自我感觉还很良好 然后还以为自己还是 以前十九岁的王祖贤 真抱歉 台北王祖贤 以前就是我啦 可是现在 就是有点变形这样子 那我觉得人喔 真的其实说起来 要很感恩我老公 我当初后来会很想 参与天园的活动 就是因为 我已经幸福了三十年 我跟我老公是自由恋爱 可是就是 别人嘴里的模范夫妻 当时三年前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算 我一定会跟我老公离婚 就在命盘上面 还有姓名八字学 都看出了这个端倪 一定会离婚 那小莹就很白目加铁词啊 然后以前思捷邀我 我就是都是去沾酱油 沾到就是低头滑手机 大型的活动 然后什么分享会 什么会 我都在台底下滑手机 滑到影云长那时候 还不知道我是谁 可是当我去参加 他的读书会的时候 他就知道是我 因为全台都往前看 只有我一个人 在低头滑手机 反正就是非常的糟糕 那自我管绝良好 可是人总是 你看到别人的好处 别人的好境 别人的顺境 你也会想要跟他一样 我就在妹妹的身上 看到了他的老公 事业越做越好 钱越赚越多 谁不想要钱 我已经穷到快要被鬼抓去了 就是一直借一直借 然后在三年多前的时候 那个契机就是 老公又被商业诈骗 就是他的朋友来诈骗他 所以我们被诈骗了三百多万 已经很没有钱了 然后又被诈骗 就是生活真的是 已经是穷困潦倒 然后非常的糟糕 那妹妹就带领我 真的是不辞辛劳 从园林哦 就带领着我在追台北的重庆 我们美丽又有智慧的 营运长所开的德香女人花 那小莹就很冒昧地 去请问营运长 我先生现在是中邪 还是到底是出车祸 脑袋坏掉 我觉得她就是变了一个人啊 殊不知我们营运长 就给小莹开示 其实真的要反求租籍哦 夫妻轮一阵五轮皆阵 那自己做出改变的时候 真的家里头的妈妈 就是一个小太阳 太太也是这个家的正能量 当太太是正能量的时候 其实整个就会 不一样的转变 都会改 那小莹就在四年的一月一号 做出了改变 当这个要与不要心门开 你连结的时候 天地就会给你丰盛 讲不完的礼物 真的小莹就后来获得了 非常非常多的订单 然后应用的续约问题 女儿的学业问题 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疫情就爆发了 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导师跟营运长 就在布达太阳灵源转运法 小莹很认真的来做了以后 就在这个疫情期间 接到一个科技公司 约四千个便当的订单 然后而且最重要的 其实小莹 就是在这个系统里头 真的是在此生都没有想到 可以圆满跟父亲的关系 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圆满 所以小莹是 我跟妹妹思杰 从小就是自己长大 我们在父母的爱的那一块 其实是非常的匮乏 那父亲跟母亲从小就是那种 可能已经到菜道都要拿出来的 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一个就是天使 一个就是恶魔 在我们的心里头 小小的小孩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觉得 就是没有办法圆满 然后所以也没有办法 跟爸爸好好的讲话 就是讲话的时候 就是讲三句我就要弹开了 可是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回去看他的时候 就在太阳灵源转运法的某一天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看到爸爸的时候 我大概已经数十年 没有牵过他的手 碰过他的身体 我竟然主动地去抱他 然后还很感谢他 然后在疫情的期间 好好的能够照顾自己 若非天地何来风 当天地要给你的礼物的时候 丰盛的礼物 讲都讲不完 就在小银做出了改变之后 也圆满了 就是两个女儿学业的问题 小女儿是 目前是念松山家商国贸系 然后大女儿是福建大学 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 非常的感恩 当初两个人在第一轮 第一次 大女儿是被考的第122名 被娶第120名 同学我的朋友都跟我讲说 你别想了 88名要录取 你122名要跳44个人 这个人怎么可能 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 可是小银就是很认真的 因为他们看到小银在超马的改变 那也愿意来做太阳灵验转运法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九点放榜 女儿在八点半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我说 妈妈我上了 我是第88名的那一个 真的真的非常的感恩 然后小女儿也是 小女儿就是在第一轮的面试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学校可以念的 那小银也是请她要做太阳灵验转运法 那她很可爱 她还早晚各做一次 因为姐姐有跟她说 你做就对了 就会像我一样有学校念了 然后她就很认真 还早晚各做一次 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第二次面试的时候 她简直就是神功护体 滔滔不绝 那个面试的老师当场就跟她讲 不用等成绩的这间学校就是你的 对 然后当成绩发出来的时候 她就是松山家乡国贸系 非常感恩 那小银就是自我值嘛 非常的大 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 而且其实那时候因为疫情的期间 就没有办法到实体教室去上课 都在线上上课的时候 其实有些时候 可能现在分享完 妈妈又要去炒菜了 所以就是 我觉得没有在一个正能量的场合里头 大家一起共振的时候 那个力量其实是有限的 那自己的得资量可能在日常生活中 又不小心地漏掉 所以就没有hold住 那跟老公的禁就非常非常的糟 已经到那个小银就是冲去拿离婚证书 就是直接要给她签下去 那我好心的朋友 就是我有高中同学 她本身她们是在开公庙的 那她就直接跟我说 哎 怎么办啊 我的师父说 你就是不懂感恩不懂爱啦 惨了 真的小银真的觉得要挖一个洞 钻下去 就是你在这个系统里头实修实练 可是你没有把爱与感恩的心法 落实在生活里 就是常常坐了前面 后面又没有圆满 然后因为某些情境 你后面又做出漏得的事情 生活就是一团糟 那真的很感恩导师 就是她每次的大型活动 刚好都可以对应到小银的境 就是去年的10月1号就是夺标 那夺标的时候 她接下来小银就顺利的 在这个跟股东之间的纷争 那就到一段落 所以小银就拥有了 自己的店面 本来是跟比较就是不合的股东 那就产生了一些间隙 那现在就是这家店 已经变成小银独有 那在接下来 12月23号 24号的 《拥有爱》 幸福吉祥人间线 这个主题呢 又圆满了小银原本 已经要签下的那个离婚证书 小银就在10月14号的时候呢 妹妹举办了一场秘之音 一首歌改变你全世界 这个音乐会里头圆满了 因为小银说来的惭愧哦 导师的歌真的就是我们导师是有音乐卡内基之称 他所创作的每一首歌都相当的正能量 可是因为小银的身心灵真的 不时都在匮乏 又没有乖乖听话 那那一天的演唱会呢 就我们的念词姐姐就讲到了 记得你的好 这首歌就我们导师的创作 直接打开了小银爱与感恩的开关 当下就直接拨电话给先生说 你几点要来高铁站接我 先生那时候吓了一大跳还说 你该不会出家了吧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了吗 真的其实小银当下就告诉 允诺自己跟天宇电梯许愿 这一场戏要圆满 不圆满下一次还是要来演不圆满 所以真的是非常感恩拥有爱 幸福吉祥人间仙 那接下来小银要分享的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主题是 黄金人生黄金屋 那小银在去年的时候呢 因为小银不是 真的已经是穷到谷底 每个月光是现金的支出 我要付贷款信用卡的所有的接款 大概一个月要快 二十五万到三十万 蛮多的吧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的 那我真的就是 在一次忏悔里头 我就是有个声音告诉我自己 要跟家人求救 那一个契机里头 父亲竟然愿意 我真的其实平常的时候 就像一个小粉丝 真的是追着我们营运长 营运长到哪里 我就到哪里 可是真的 营运长每次很有智慧的话语 总是可以提点我 开示我 那我就 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是在 妹妹带了我们去天北玫瑰园 又去得香女人花的精英会头 做了玫瑰心法 真的很有效 能量的提升 谈什么事情都好谈 父亲真的就在这个契机里头 答应卖娘家的房子 帮我还债 真的很感恩 快六百万的债务 真的是一戏之间就磨平了 小营那个时候 真的是很感恩田地 很感恩导师 感恩运运长 很多时候真的 很多在别人身上看到的都是玄学 在小营的身上看到的都是科学 我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我都一直 小营在开数十店嘛 我只要看到做业务的朋友 就来跟她讲 你一定要来上富有 上了富有以后 就会跟我一样富有 我看到得癌症的姐姐 我就会跟她讲 妈妈去上富有交流会 下午改变全新的自我 可以从下午两点做到晚上十点 做骨神钉不会痛 老人家对健康的问题就有兴趣 家庭不和谐的像我一样 情观难过就要用情观的方法 我现在跟老公可幸福可美满了 老公刚刚还说待会要来接我 这在两个月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鄙视的眼神 还有自己坐计程车吧 现在就是幸福的不得了 那就是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件 非常非常厉害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的所有的朋友 都觉得这是太夸张的事情 小莹持续地邀约很多很多的朋友 来跟我一起富有 那我最多的时候 可能可以邀到五位亲友一起去参加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的读书交流会 神奇的事情发生咯 小莹去参加1月20号妹妹先生办的尾牙 90桌900个人当中 小莹就被我们抄马 常常参加这个活动的向慧玲歌手 在900人抽中了来宾的第一特奖 8000元现金 这根本九百分之一根本就是不可能 那小莹真的其实很感恩妹妹哦 就是也很感恩一张 就是改变了小莹的生命地图 从男人婆 忙忙忙 苦苦苦 穷穷穷 然后到现在的行人生 美美的 然后我们在那个尾牙里头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小莹一定要讲 妹妹的儿子从小有亚斯伯格 跟很严重的椭瑞事症 椭瑞事症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那个很紧张的时候就会 这样子有没有 会一直抽动 那妹妹一直比较朝向那种自然疗法 所以她就带着儿子 一直在超马的道路里头修行 真的是不要而愈 现在外申全部都好了 没有吃一颗药 没有做任何的治疗 就在超马 泡着泡着 就好了 然后这次的尾牙呢 有很多思捷的朋友参与 就指着外申说 那个帅哥是你儿子 美国学校的同学吗 就他还说 谁啊 然后他就指那个 那个其实是他儿子 大家说 哈 那个是你儿子 你儿子小时候实在是 点点点 后面我就保留 真的其实超马这个系统 田园美容院 它不仅是美容院 也是我们可以安心 把小孩子 把老人家 重健康的得健康 小孩子的得教养 缺钱的就到这边来 就会有钱 真的 幸福要圆满的 就来这边 就会像我一样幸福 小银为什么很认真的分享 就是因为希望 大家不是只是自己好就好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就是 它跨越了宗教的繁力 然后它 不管今天你是钱官 情官 生死官 它都可以帮你 只要你实修实练 只要你保持着爱与感恩 只要你认真的分享邀约 好运就会不求自得 小银这次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 就是在过年前 小银竟然就得到了 我三年前很想租的一个店面 而且这个店面是直接 因为它是我们的客人 那他们是一整排的房子 所以它根本就不缺钱 它这间房子空了一年半 那一年半都没有租出去 可是当小银打电话给它的时候 它知道我是素食老板娘的时候 它就说 直接签约不用看了嘛 你有听过房东不用看房客 房客不用看房子 就说自己要签约的嘛 然后小银现在就开了第二家的手摇杯 现在目前正在筹备中 那过年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女儿的孝心 那就是要招待我的母亲 84岁的母亲去韩国玩 这个当然小孩子的孝心 一定是小银要买单嘛 然后这样子小银算一算 大概要花9万6 然后可是幸运的事情又发生了 就在妹妹她们决定要去埃及的时候 我最后一通电话打电话给她们 那之前的时候 我们有先去天美玫瑰园许愿 然后有跟正能量满满的 小美姐姐聊天聊很久 真的是正能量满满的结果 就在小银要订机票之前 又打电话给妹妹说 我要订机票咯 你们家到底要不要去 她就说可能是不行 那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五分钟我都一直拨不通 我那个朋友的电话 结果五分钟之后 妹妹又打电话来说 我老公说 昨天晚上神明跟她说 不要去埃及 要去韩国耶 因为埃及部不安全 真的 若非天地何来疯哦 其实小银在超马的系统修行以后 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 每天都有礼物 像现在发票中奖 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礼物 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我大概是中四张电子发票 两张三百的 总共中四张啦 可是现在已经中六张了 就是今天上午又传来说又中两张 所以中发票已经都是小事了 就会有那种非常非常多 小银现在不是娘家的房子要搬了吗 那我就在 我跟妹妹在整理嘛 整理因为我有很多垃圾 可是现在台北市的垃圾 废弃物处理法 是你不能乱丢的 你也不能包一包就丢 然后一定要 叫载到垃圾也买厂去哦 那我们有一个客人 刚好是那个砂石厂的老板娘 我就打电话问她说 老板娘 我娘家要卖了 然后呢 我们在清理好多垃圾 那现在有两车 两车就我所知 一车大概是要一万二 这个是行情价 那我就说 你那边可以算我多少钱呢 大家猜她算我多少钱 没有耶 老板娘直接说 以我们的交情 你就是两车免费 多的就要收钱咯 你看我是不是要先赚两万 真的 其实我接引的很多的朋友 我也邀约他们来 礼拜二我们美丽友智慧的 营运长主持的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这个读书会 大家一定要踊跃参加 我的朋友 就是我要约的客人 就是他本身是癌症患者 照理说 今天他四年前做的治疗 所有的理赔人员都知道 两年内要理赔完毕 可是有一天 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的这个理赔 照理说都已经快四年不能赔了 结果我今天的户头 竟然多了一个六位数字的理赔 真的 我的朋友超感谢我的 他觉得正能量的共争下 真的是也改变了他的经济状况 那我做业务的朋友 我也是拉着他 你要卖房子 卖我们家的房子 你怎么不能让我自己 一直在提升能量 那你原池维持不动 我们家的房子怎么卖得动呢 他之前还没有来读书会的时候 三次谈 三次都流标 像我们营运长所讲 今天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真的喔 他前面的三个月都是刮风下雨 然后都在我们家的木星市场 在那边立牌发传单 一天大概都发一两百张 可是徒劳无功啊 真的 其实我们在这个系统 我们你们大家都是有福之人 能够坐在这里 我觉得大家就要照的 导师的方法 然后实修实练 网路共修 然后常常到我们营运长所主持的 读书经营会 或是各地各个主持人 各地的主持人主持的也非常棒喔 然后祝福大家 以上就是小莹 丰盛喜乐的人生翻转 那也祝福你们跟我一样 感恩 谢谢 感恩小莹精彩的分享 我感恩小莹 好 谢谢